人類所付出的代價 恐怕不只健康而已 美國近年來多次發生 所謂肉品感染大腸感菌事件 造成很多的小朋友不幸死亡 那麼從紀錄片美味代價角度的批判 認為說 肉品商為了降低成本 包括我們現在買Burger好便宜 但是其實這肉品的來源 他們集中大量方式養殖 包括牛隻 雞隻 但他們的生存環境不見天日 而且處在糞便當中 成長環境過程極不人道 一旦宰殺途中 就受到了病菌感染 來 往往後果不堪設想 從二十到二十一世紀 美國發生多起牛絞肉 因感染大腸感菌的奪命事件 鏡頭網牛隻飼養工廠裡追 發現肉牛以大規模飼養 放牛吃草成了天方夜潭 這裡的牛隻全擠在鐵皮屋中 吃的是大量便宜的玉米 容易被養胖之外 可憐連草都沒有看過 就被送進屠宰場 牛隻與糞便共生存 環境衛生條件堪憂 加上屠宰場一小時 要宰超過400隻牛 肉品很容易受到感染 雞肉也危機四伏 小雞像在生產線上製造出來的一樣 萌怪飼料還被改造 超大雞排肉因此誕生 雞肉已經生成了 50年前的生產 但是現在他們兩次大 人們喜歡吃白肉 所以他們再建造雞肉 為了大胸 雞然雞不是養出來 而是生產出來的 長肉速度 肉傷更僱用非法勞工 摸黑抓機 病濟一旦沒被發現 就同樣被送進屠宰場 肉傷以及衛生單位 是否層層把關 成了美味兼顧健康的致命關鍵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